男人刚说完 便将刚拿出的手指放在嘴里肆意瞬息 而他明目张胆的动作 让一旁的女孩又秀又闹 可即使再不情愿 塞琳娜也只能乖乖听话 因为一旦反抗 就会遭到男人的毒打与折磨 毕竟他面对的 可是当地最残暴的财主戈迪亚 他早年穷困无恶不作 后来不知道在哪学来了练金术 便从村民们的手里低价回收首饰 再将其中的黄金提炼出来 在那个战争年代 金钱就是最好的护身符 戈迪亚很快就称霸一方 有不少村民都来向他借钱补贴家用 可是他收的利息高的下人 还不起钱的村民 就只能用自家女儿抵债 而这也大大满足了戈迪亚的变态欲望 他总是会强迫女孩们做羞耻的事 一不顺心就对他们非打即骂 很快这些女孩就受不了了 直到女孩疯了 戈迪亚才会放他们离开 而塞琳娜就是这些女孩其中的一个 她的母亲早年因受不了父亲的家暴 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父亲更是嗜赌成性 欠下了一大笔赌债 眼看还不上了 父亲就将他拖到了戈迪亚的家里 为了能够多卖一些钱 他还在戈迪亚的面前大肆说起了女儿的隐私 在父亲的描述下 戈迪亚果然对塞琳娜产生了兴趣 他答应留下女孩 并给了他父亲一笔不菲的酬劳 带父亲走后 戈迪亚迫不及待地开始检验塞琳娜 想看看她是否如说的那样完美 此时的塞琳娜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 可是她根本就不敢反抗 在戈迪亚的强迫下 她脱光了身上的衣服 当着她的面洗起了澡 以满足戈迪亚变态的需求 此时的塞琳娜注意到 在她沐浴的地板下 竟藏着一个瞎眼少年 她顿时对少年产生了好奇 可还不等她弄清少年的身份 就被戈迪亚连打蛋骂拖进了房间 这天晚上 塞琳娜遭受到了非人的虐待 好不容易等到戈迪亚睡去 塞琳娜马不停蹄地逃离了这里 她一路飞奔回家 请求父亲帮自己逃离那个恶魔的身边 可是父亲却不为所动 甚至还将她赶出了家门 而另一边 戈迪亚醒来后发现身边空空如也 可是她一点也不止急 还让少年给自己端来了一壶热牛奶 少年问她为何不去找女孩 可戈迪亚却不慌不忙地回答她 塞琳娜会像其他女孩一样 乖乖地回到这里 果然如她所想 被父亲赶出家门后 无路可去的塞琳娜只能强忍着疼痛与恐惧 一脸绝望地回到戈迪亚的家 男人依依不舍放下手指 脚却不由自主地伸到了桌下 变态的举动让女孩十分羞愤 可是她却不敢有任何的反抗 只能默默地承受男人带给她的折磨 可是就是这样的软弱 才让戈迪亚将她的尊严踩在脚底下 孤立无缘的塞琳娜知道 想要活下去 只能忍气吞声待在戈迪亚的身边 然后静待时机出逃 在此期间 她发现这个家除了戈迪亚之外 还有一个瞎眼少年多猛 多猛和她一样 也是被人送来抵债的 戈迪亚对外宣称她是养子 实则将她当成奴隶使唤 不但要负责家里所有的劳作 还要忍受戈迪亚的拳脚相加 多猛也不是没有试过逃跑 可在被戈迪亚抓到后 不仅遭受了一顿毒打 还被残忍地烫下了一只眼睛 此后 多猛便忍气吞声地活着 丝毫不敢再有逃跑的想法 或许是出于对塞迪亚的同病相连 多猛主动提醒她 在戈迪亚的面前要续会忍耐 可塞迪亚并不想一直屈服于戈迪亚 她知道 能够打动一个人的 不仅是金钱和地位 还有感情 因此 她刻意开始对戈迪亚温柔以待 在面对戈迪亚的嘲讽时 她一脸忧愿地问她 塞迪亚大胆娇羞的模样 就连变态的戈迪亚看了都心头一颤 她突然发现 自己似乎被塞迪亚深深吸引了 而在她的温柔乡里 戈迪亚竟有了恋爱的感觉 为了哄塞迪亚高兴 她破天荒地拿出藏有金条的盒子 从中挑选了一条精美的项链 亲自给塞迪亚戴上 而她整个人也开始变得柔和 就连村民们也发现 这个平日里喜怒无常的男人 竟开始有了和蔼的笑容 戈迪亚也为自己的这一变化感到惊讶 她确信自己一定是爱上了塞迪亚 可花生恋爱恼的戈迪亚 丝毫没有察觉到塞迪亚的异常 也毫无防备地走进了塞迪亚早已设好的圈套 50岁男人爱上了17岁妙龄少女 整日与她虚度光阴 不出半个月 男人的身体变得十分憔悴 可她依旧十分享受这样的生活 殊不知 自己已经进入了女孩设好的圈套 为了试探戈迪亚对她的态度 趁她睡着后 塞迪亚打开了她藏有黄金的柜子 从中偷偷拿走了一条项链 果不其然 第二天戈迪亚发现后 将事情怪罪到了多蒙的头上 塞迪亚见状给她递上了一把砍刀 这让残暴的戈迪亚都愣了一下 她认为这是塞迪亚忠诚的表现 开心之欲便不再殴打多蒙 而多蒙则认为是塞迪亚拯救了自己 心里对她感激涕零 为了不再让戈迪亚起一心 塞迪亚主动关心她的风湿病 温暖的举动让哥迪亚顿时感动不已 殊不知她刚睡着 塞迪亚转身又找到多蒙慰问起她的伤势 甚至还给了她一个甜蜜的吻 塞迪亚的关心让多蒙的心充满了希望 她决定完全服从塞迪亚的安排 而很快 两人就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天哥迪亚受邀参加村民的晚宴 出于对塞迪亚的信任 她准许塞迪亚待在家里 然而哥迪亚忘乱没想到 她才刚出门没多久 塞迪亚就打开了她的金库 快速打包好行李准备带多蒙逃跑 谁料多蒙这时却拦下了她 她实在是害怕被抓回来后的下场 为了计划顺利进行 塞迪亚只好再次让多蒙感受一下温暖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久过三巡的哥迪亚静起身准备回家了 塞迪亚的父亲见她喝醉了 便主动提出送她回家 谁知走到半路父亲突然变脸 将哥迪亚狠狠地推倒在地 随后疯狂地大笑了起来 这让哥迪亚十分不解 喜料父亲接下来的话 竟让哥迪亚彻底陷入绝望之中 原来 哥迪亚年轻的时候横行霸道 强行玷污了塞迪娜的母亲 而塞迪娜就是在那之后生下来的 为了出口恶气 她不仅逼死了妻子 还故意将塞迪娜卖给了哥迪亚当玩物 如今大愁地抱得她只觉得一身轻 大笑着转身离开了 只剩下哥迪亚坐在地上后悔不已 而更让她绝望的是 她回家后竟发现塞迪娜和多蒙在一起 哥迪亚怒吼着打断了两人 谁知塞迪娜竟拿起了砍刀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哥迪亚也没有选择将真相说出来 这也许是她对女儿最后的赎罪吧 哥迪亚死后 塞迪娜一把火烧了她的家 带着多蒙逃离了这里 可是她并没有选择和多蒙在一起 而是从众多黄金中挑选了最小的一根项链 戴在了多蒙的脖子上 在她的计划里 多蒙从始至终不过是一颗棋子 而她只想为自己赢得光明的未来